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无碍技术8 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0颗断点的应用 就是这个,12颗断点的应用 这个我们以前就设计过这个断点 怎么使用断点 那么今天我们来更详细的介绍一下 我们还是用这个软件来演示 就这个 好,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是这个基础片嘛 我们学的是方法啊 等我们到实战片以后 会学习一些程序的实际的破解啊 大家不必心急 好,因为这个程序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我给大家整理了很多断点啊 第一个是这个拦截窗口的 有拦截窗口的 拦截信息框,拦截警告声 这些非常多啊,拦截注册表 这个 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断点 还有这个VB常用的啊 都是 都是非常强大的一些断点啊 都是以前一些 高手们他们总结出来的啊 那么 也就在这个地方啊 在OD的界面里 也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个BP 啊,我们点击的话 也就可以相用的下行断点 这一些是比较常用的啊 这一个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些断点 那么我们比如说拿这个程序来说 这个程序没有字符串啊 我们以前也找过啊 完全没有对我们有用的字符串啊 嗯,我们就来用断点啊 就用断点 嗯,我们点击这个BP 点击,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软件大家应该见过啊 嗯,我们点击这个软件 然后我们点击按钮一按 啊,这个是我因为以前下过断点了 我先清除一下啊 啊,我们以前好像也设计过这个 嗯,这个断点的应用啊 嗯,我们以前好像也设计过这个 嗯,这个断点的应用啊 就是这个 如果这个不能来接 我们就用这个啊 我们都要试一试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Message Box A啊 我们重新运行 这个BP啊 选择第一个 好,呃,下完断点以后 它就会自动那个下完了啊 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手动输入这个BP啊 BP,然后再输入那些 输入完毕之后点击回车啊 但是这个方便我们就不输入了 或者你直接复制粘贴也行啊 你就把这些复制粘贴到 复制粘贴到这个地方啊 然后点击回车 它就可以了 就可以断下啊 那么我们点击运行 好,大家看到断在这儿了啊 断在这儿了 我们可以看到,呃,对站这儿 有一个这个提示 嗯,收入错误 那我们往下走一下看看啊 我们看一下什么地方调用了这里 好,这个错误 我们点击确定,接着往下走 啊,这个地方就是一样 好,那个这个就跟我们当时讲那个 这个 再停法的应用啊 是一样的啊,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都是通过找到关键的一个call以后 再来找到一个关键的跳 啊,我们已经发现了,在这儿 大家看到了吧 就这个地方 是个关键的跳转 那么我们nope填充 啊,我忘记保存文件了啊 这样的话我们重来一次啊 忘记保存了 这个地方啊,我们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 这些地方 这里nope填充 右键复制到可知性文件 大家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点击就可以输入了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别的断点啊 我们再来试一下别的断点 我们现在直接用这个 用我们破解后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窗口的啊 窗件窗口的 大家看一下 窗件窗口的是这个 bp这个我也不会念啊 这是这个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再来试一下 呃,这一个我们会有什么 什么样的效果啊 下火断点 然后我们点击行 大家看到 这就是第一个啊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你看这个地方是重复被调用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我们再点击这儿 它还是在这儿 就说明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 呃,一个 就是窗口的一个关键的啊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我们再来试一下别的啊 这个,这个效果不明显啊 好,这样吧 好,这样吧 我下一节课就是给大家找一个那个时间的啊 时间限制软件 我们用断点来做那个软件啊 断点来破解时间限制的软件啊 好,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啊 好,好,大家再见 好,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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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